好了 这一次呢要分享的是AMD RX 470 570 RX 580 590 或者是480系列的显卡超频的方式 那相信呢 在YouTube有很多影片 那如果你还不会的话可以在这边看一下 那这次所做的示范是RX570算力呢 整个上升了29% 非常的补 不错吧 这是免责声明 修改任何的BIOS一定会有风险 可能会变砖 所以自己要想想看就好像你去修改游戏机一样 会变砖 那如果变砖的话 可以修补单就修补修补不了就是要自行承担 好那我们影片开始 我手上有一张 就是这张RX570 之前改过BIOS改过好几次都 没有什么用 然后 然后再烧回原来的BIOS 然后呢 在Windows5记得是19吧 蓝低的ETH 然后在HiveOS也调了好多次才到24 实在不太放 实在不想放弃 所以呢 今天打算我再来改一次 那我们回到Windows再做测试 看是多少 那现在要做的就是先将 这个显示卡 因为这是一个测试平台所有都会换来换去的 所以我将显示卡 改成运算 然后套用 好我们等一下再看Windows是多少 我们开始看一下 在Windows算力是多少 我记得是20 左右吧 或以下 然后 大概就这样 然后等一下我再尝试再修改BIOS一次 看会不会 接近30 这样子就赚到了 因为呢 原本免费版的不管怎么改就是没用 然后我换了一个 刚买了一个 专业版的 那当然要付费 啊 什么算力都还是0 喔出现了出现了 我以为奇怪了 要不要挂掉了 看一下 算力 算力 算力跟 喔还在跑 但是 就是很差 等一下我会把它改完之后 我们用Windows来看一次 我很怕 这一块 很怕这一块 改了会变砖 因为我改过很多次了 就这一块有问题 其他都没问题 哎哎哎算力往上 标了一下 22 可能之前的那个 频率 跟电压调整的关系 那可能会很接近 HypeOS的设定 不过HypeOS是24 那这一个会多少呢 我觉得 不会超过的 是绝对不太可能 还在跑 等一下稳定的再来看一下 好的 基本上应该算稳定了 那虽然它说它还在调整 不过已经过了 3分 4分钟了 应该要算 差不多了 它的算力 比HypeOS 差了 少了2点多 少了2点多 我等一下就要再改一次 再改一次这个 BIOS 希望不要变转 那 重要动作就是 要备份原档 原档在哪里我不知道 所以等一下再备份一次 那现在来看一下 如何在Windows之下 去做一个 AMD BIOS的更改 跟 烧录 那首先呢 首先我们要去下载一个东西 那基本上 我刚才已经下载好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有三种 三个档案你必须下载 第一个叫做 这一个 AMD VB Flash Drivers Installer 你要下载这个 好 那下载到了 然后呢 这边出现 画面 然后 这个是IUQ 不是EU 所以要打I 好 那画面会出现 一些讯息 就是说 开始install install完了 他会跟你讲就是说 你烧录完之后 你要uninstall 就是 照那步骤做 好吗 关掉 那接下来呢 我们必须去 读取原本的 BIOS 就是 它的ROM档 去做一个备份 好 那我们以 系统关系员身份去执行 它会出现就是 就是我装了这个570 然后呢 你要做的动作就是 那个点 Save 好点了Save之后呢 你看你要存在哪里 我想要存在 我原本的资料夹 应该是在这边吧 H在哪里 好 应该是存在团团的资料夹好了 OK 没错 然后呢 我就打 X570 OFIC Official OFIC IA 那我就知道这是原本的版本 然后要再点ROM 存档 OK 它出现存档成功 好 那我们就将这个打X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 开始 去做一个 做一个那个什么 不晓得要叫什么 要做 对 算是修改BIOS 好 那 这个是付费版的 付费版 的 他能叫付钱 大概是 1500多台 币吧 然后转账手续配 大概七八百 说真的是蛮贵的 真的 好 那值不值得 我们也不知道 就来试试看 那我们刚刚就 会把 需要把刚刚的档来叫出来 然后呢 不在这边 好 我再看一下 应该可能是这里 啊 也不是 太多了 嗯 应该只会在这边而已啊 看一下 在这里 对 好 好,那我們把它叫出來 好,叫出來之後呢 我們要做一個動作 我要移一下畫面 勾用 好,它最下面就是有出現說你要選擇系統是Windows 還是 要不要Power 7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 BTH 然後這裡有一個部分就點一下 那我們在Windows做基礎 我們等一下就用Windows來看一下 搞完之後算力會變多少 那下面選項有一個Linux 我覺得應該沒什麼差 我會先用Windows去跑 然後再看一下 好,那我就直接點 它就會出現 OK的訊息 當然是要不要讓它說 跑完之後會變31 然後就是每一張卡都可以 可以這樣子做 因為說不定會當機 那我們不管,我們就試一下 好,你就按確定 不管 好,那弄完之後呢 我們要做一個動作 將這個檔案存起來 那一樣存到剛剛的資料夾 那我就點這個 我就改掉 這個就代表 再來一個檔一個 副檔名也拿一下 那這樣存檔 好,那我們就存檔存好了 我們要打叉 接下來呢 我們要回到這個部分 回到 看一下 這兩個應該都是一樣的 噢,這是其他時候 進來 好,那回到這邊的話 我們要做一個動作 打叉 然後這個動作就是 將它燒回來 然後這個動作就是 一樣用管理員 身分自行 那希望人家成功 不然失敗的話 就麻煩了 要不曉得 原檔會不會燒得回去 理論上是可以的 好,那出現了 我們繼續 讀剛剛 理解的BIOS 那剛剛修改的BIOS 看一下更改日期 誒,我載這個資料夾 再回來 提供資料夾 再 3 3 這一個 真的是這一個 好,那我們就將 這個檔案呢 消路回來 就是 修改完的 好,那你要做的動作 就按這個 Program Programming Programming的意思 就Program 終於成功 好,他說我已經改好了 好,改完了之後呢 要不要Reboot? No 我們不要Reboot 打叉 我們要回來 剛剛這個 Install的這個部分 然後呢 我們再用 管理員身分在這裡一次 好 出現這個畫面 我們要選 Q Oh,No 要打U 就是我要卸載這個安裝 好 他說已經卸載完畢了 好,這時候呢 我們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重新開期 那我們等一下再回來看 OK OK 就如同剛剛所看到的在重新開機到Windows之後呢 就是 Windows無法識別 但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有保留BIOS 所以呢 因為我不打算在Windows去做 做ETH的挖礦 所以呢 我就直接開裝回去到 Linux的 HiveOS系統 那我們看一下 就是原本的算力是真的是24 那改完之後變31.25 然後我還在想說之前的480 算力好像蠻差的是27 那 我改完之後就變成到29 那其實是可以到30以上的 就是看你想不想抄這一塊卡 因為不想 浪費太多的電 那我稍微調整一下 那算力也算接近30也是可以的 那其實 570要再抄也是可以 可是我也不想 耗費太多的電 雖然85還OK了 那每一張卡有不同的特性 我改了480之後在Windows顯示是正常的 就是全部都抓得到 就只有這一塊570 就如同我上面所講的 有風險 我在上面已經貼了 改了會變 會變鑽 因為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你要做這個動作一定要自己先想清楚 把原來的BIOS保留好 以避免修改失敗之後 在Windows上不能用 這是一點必須要考慮的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就是只能 送給原廠去 請他幫你 稍微去了 好希望 這樣子之後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改之前跟改之後會有什麼變化 還有要承擔什麼樣的風險 還有要承擔什麼樣的風險 感谢观看